比赛开始 广东队是拿到了第一波进攻球权 易建联和胡明轩外线挡拆 周鹏大翻译转移 易建联队上刚到去 有速度还有投篮上的就是 就是多打少球 给到易建联外线接球就投 好球 三分命中 上海就叫暂停了我看 开点上海就是这样 再找易建联 又要失误吗 南下阿联受到了上海队这边的加 可能效果不好 也就是说董海林会打更长时间 这个球确实是 这些时间都不长 双万元一上来 球基本上就到福利戴特上 不是 卢伟就远远站着 站着偷懒 反正我准 没机会继续正面挡拆 易建联突破 明大拉斯位置很好 这个球是不知道过手还是传球 但是任俊飞还是非常有经验 有名有姓的基本上也都 好球 这球不错 这个球给出来易建联 翻身金鸡独立 这球漂亮 创造能力弱 就说白了你得解决问题 对 后卫的重要职责就是为队友创造机会 好球 周展东 外线的三分球 而且这还是有防守的情况下 就得分了 周展东 好球 可以配合打出来 到篮下阿联是制造了董汉林的犯规 补过来这个球 你看啊 宅一先失位了 失了位呢 本来要扣篮了 抓防守球员那个起跳的时机非常好 易建联是两罚一中 开始改联防了 不让易建联接球 这位置也很深 对 抓反归 阿联的第一罚命中 由于这个谁呢 有压力啊 教练呢 管那么多 他要赢球 看下这边 第一位 把张兆训 漂亮 呦 这一下批扣漂亮 张兆训呢 是想给你一个空间 然后我比你高 我去盖你 那阿联这一下扣的还是非常的解气 这个去基地给易建联 第三天一上来 这个还有很多新来的朋友啊 介绍一下两边人员的情况 广东队大外 易建联第一罚命中 明轩错位了 给出易建联中路突破 好球 就是张兆训一旦被吊出去啊 这篮下的他就好办了 哎 传球 哎呦 漂亮 哎呀 可惜了 篮本球下篮子还是广东队的 继续争抢 二连再起 二加一 这两个篮本球呢 显示出 现在这个 广东队在内线的一个优势 也是任俊飞 他保持能在场上的一个好处 你看这个球就是实际上要掉到上海队手里来 被这个任俊飞抢到 连续中效 我就说啊 那个易建联确实是 对 要说这个 前面咱们看新闻啊 包括咱写东西还说统治力 嗯 易建联在这个联赛中内建 他就是有统治力 现在要外了 小心犯规 嗯 回吹 上队 快点 快点 因为两人得分头休息 那总统队看看有没有这个把握 有没有底气用于全滑板 而且毕竟那个位置在的 嗯 你俩四球终结 收缩 哇 这个多感动 两三分球 对 几个去 没有传出来 好球 周防这球传得漂亮 第三节呢还有2分22秒 易建联靠之后 广东队是领先着6分 这也是一种休息的办法 嗯 对 周防那球传得漂亮 嗯 没有斜方 你出来了 易建联 三分球 漂亮 这就9分了啊 嗯 啊 五打四啊 他在那跟裁判说话呢 周防好球 这球找易建联找得漂亮 人分中的一个基地 那些今天的最佳扣篮 是不是易建联那个呀 嗯 应该是打张昭旭那球吧 嗯 对 那些腰位 突然拔起来 哎 其实防得很聪明 就我和你保持一定距离 然后呢 我准备依靠身高必长去盖你 但是易建联那弹塑太快 15啊 没打准开了 超加 加击 易建联直接拔起来 中距离漂亮 对 这也是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嗯 省劲 对 转移 转移一下 接着去 节奏不错 看篮板球 篮板球被易建联拿回来 漂亮 好球 37 坦定的 嗯 嗯 球家球员易建联得到了37分15个篮板球 助攻是三次 这也是他最近应该得分最高的一次了 对 那我们来看 明东率也很高 19投12中 今天的阿联在外线的中距离还有三分球也都表现得不错 啊 说实话啊 嗯 这是易建联的赛季新高 赛季新高 对 他前面最多是31 嗯 两次31 这就等于帮着这个尼克尔森啊 减了干了很多事情 对 得背了差不多四五个篮板球十多分 嗯 不错啊 这场比赛广东队是有机灵险啊 嗯 好那这样的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呢 广东队是在主场104比97 7分的优势击败了上海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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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